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民國94年指考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相對來講算是一個比較高難度的問題 因為這個題目不是要考你公式的計算 它要考你公式的推導 那我們前面講過 你不能只會背公式 這公式怎麼來的 還是要去理解它 那像民國93年94年指考 這個最難的部分都在考物理光學 都考物理光學裡面的公式推導 那93年指考前面我們其實已經看過了 所以我們來看94年指考這個題目 它說如圖所示 一束波長是lambda的可見光平行光束 那垂直通過一個寬度是低 等於2lambda的長條性遐縫以後 在遠方屏幕C上形成繞射條紋 如果要使遮攔V靠近屏幕C 而且遮攔它的缺口 對於繞射這個遐縫 這個中心歐點的張角是45度 那屏幕C上出現亮紋 對歐點這個張角跟下列何者作為接近 好當然這個題目呢有一個類似考腦筋集裝文的東西 就是這個遮攔 它說這個V呢是一個遮攔 它的遮攔 它怎麼樣把這個光屏的一部分把它遮住 它說屏幕上這個出現的亮紋對歐點張開的角度 跟下列哪一個角度作為接近 這問題問得好像沒頭沒尾的 各位我們先來怎麼樣 我們先來看這個中央亮紋對於歐點這個張開的角度到底多少 那怎麼算呢各位這中央亮紋對歐點這個張開的角度到底是多少 那關鍵就在於它的第一暗紋出現哪裡 中央亮紋結束的地方其實就是第一暗紋出現的地方 那你還記得我們前面講的公式推導嗎 那第一暗紋其實出現在波乘差等於一個lambda 那我們前面在講丹霞峰理論推導的時候 我們講最最最最重要的結論就是這個 就是波乘差等於一個lambda的時候是第一暗紋 所以我們這樣算 這個bsinθ等於一個lambda的時候是第一暗紋 b就是我們當初在推導的這個霞峰的寬度 當然這個題目它其實是修改了符號 他說這個霞峰的寬度叫做d d等於2lambda 那沒關係我們還是用我們原來的符號叫b bsinθ等於一個lambda 那現在還要告訴我們說寬度叫2lambda 所以2lambda乘上sinθ等於1乘上lambda 所以sinθ等於2分之1 θ等於30度 也就是說現在d暗紋跟中央線 這個夾角多少30度 那另外一邊的暗紋跟中央線的夾角也是30度 表示現在中央量文 來我現在畫紅色這個線 這個中央量文它跟怎麼樣 它跟這個歐點張開的角度是幾度 是60度 可是這個題目答案不是60度 這個題目有一點在考你怎麼樣 考你腦筋極轉彎 關鍵就是出現在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遮攔 他說遮攔對霞鳳中心歐點張開的角度是45度 各位這什麼意思呢 來發揮各位的想像力 這考大家腦筋極轉彎 你現在這個中央量文 好它占的是紅色這條線 現在中央量文像這樣 這個強肚肚中央量文在這裡 它跟這個歐點張開的角度是不是怎麼樣 角度是不是60度 這整個角度60度 我們剛剛算這個30 這個30 整個角度60度 可是現在這個遮攔呢 把一部分的光遮住了 這個遮攔呢 對歐點的角度只有多少 只有45度 也就是說遮攔 各位這樣遮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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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 它只遮掉怎麼樣 它遮掉了一部分的中央量文 它遮掉了一部分中央量文 結果遮攔的缺口到歐點的角度只有45度 來各位那你再看一次喔 如果怎麼樣讓遮攔靠近屏幕C 而且遮攔的缺口對於霞峰中心歐點的張角是45度 那屏幕上出現的亮文對歐點的張角跟下列何則最有接近 各位你看得出答案是多少嗎 題目考你腦筋極轉彎 整個角度是不是60度 可是遮攔遮到兩邊啊 所以只有怎麼樣 只有中間這個部分能夠怎麼樣 能夠投到怎麼樣 屏幕上啊 所以你發現 我們原來這個量文中央量文的角度 其實大於什麼大於45度 可是怎麼樣超過45度都被遮掉了 所以你投影在屏幕上只剩下什麼 只剩下45度 所以各位這一題答案選C 這個好像有點白藍對不對 考你怎麼樣考你腦筋極轉彎 考你腦筋極轉彎 因為中央量文怎麼樣 中央量文60度 可是遮攔遮住一部分 對不對 結果現在透過去的部分呢 應該怎麼 只能算這個遮攔的角度 我想這一題可能是要考你一件事情 考你說公式推倒 好如果怎麼樣 這個中央量文它的角度 小於45度 那當然以中央量文計算的結果 如果這個中央量文的角度 跟歐點張開的角度大於45度 那就是什麼那就是以遮攔的角度為準 好所以這題答案呢45度 好仔細體會一下 好雖然有一點怎麼樣 有一點這個考得好像有點無厘頭 好但是如果呢 這個教授也許這個意思並沒有很清楚的去表達出來 但是這裡面呢其實關鍵在於怎麼樣 關鍵在於這所謂的公式推倒 因為這一題不是要算距離 這一題是要算什麼 算角度 那如果這個題目能夠描述的更清楚的話 我想這是一個更好的題目了 好所以這個公式推倒的部分 各位還是要為這個題目呢 我希望大家仔細的思考一下